超商除了推座位经纪之外 现在还要推廊道经纪 透过这个面板跟上面的两个感应器 让足足在前面的消费者 透过里面的AI推荐商品 依照消费者轮廓推荐不同超商商品 还能逛3D商城 要价上万的公仔珠宝通通有卖 或者是像这样玩互动游戏 跳出一只冰淇淋 换一个还能抽签 不只看运势还能赚折扣 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喜欢抽奖 就试试手气 短期的目标当然现在是第一个 在宗教动物最贵的地方 在做一个试验性的场域 那我们长期希望能够在整个全家 做一个区域性的示范点 可能以30家60家为一个单位 高阶互动荧幕变成名副其实的橱窗购物 面板由群创打造要价两百万 另外结合AI人工智慧 放在人来人往的门市 导购刺激消费 连锁超商结合新科技 过去常见的就是无人商店 不只超商有连锁量贩或超市 也都开始引进 另外也有超商透过贩卖机 打造迷你卖场 甚至还有全自动化机器人 泡咖啡通通都是科技带来的便利 小七主重在更为便利的方便性 全家则主打虚拟体验的互动性 从前几年的O2O到现在的新零售 在在反映消费者习惯正在改变 但新科技遭救的新消费模式 短期内消费者要接受 仍需要一定时间的养成 目前应该人是以概念念的方式下去做推广 以最大连锁超商无人商店来说 台北两家台中高雄各一家 三连时间展店四家 可以说是用缓慢脚步 在北中南拓展版图 也在暗中观察无人店的普及进度 未来新零售还将出现什么样的销售方式 各界拭目以待 三连行文林书协默祥珍台北 裁缝报道